如果撞到劳斯莱斯赔不起怎么办 首先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破坏现场 更不要想着逃逸 因为一旦你这样做 就要负全部责任 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明确责任法 如果对方选择 你不仅不需要任何赔付 也许对方还要赔付给你 但如果是你的选择 而你的保险又恰好不够赔 这时你就要拿出最好的态度跟车主协商 可以让他先垫付维修费 然后你再分期付款给他 但如果他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那就只能找他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求偿 关注我下期讲 如果你被山羊袭击应该怎么办